Hello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小猪价美食 今天来做一道虾冷南瓜 这南瓜老妈家背的 把它切一半来 好老 哇 这南瓜很好 太大了我们一半够了 把里面的南瓜掉 还有瓜子 这南瓜越老越好吃 再把它切成块 我们沿着南瓜的纹路 切一块一块 这切起来比较均匀一点 再把南瓜皮去掉 好老 这南瓜 用刨刀都跑不进去 只能用刀削了 看样子这南瓜比较好吃 接下来把南瓜改刀 切块 稍微切厚一点 准备一个干净的碗 把切好的南瓜块 放在碗里 这么多 满满一大盘 好了 现在南瓜处理好 搁一边备用 提前包了一盘虾冷 先把虾冷来调个味 一点料酒 来一点点胡椒粉 白胡椒粉少放一点 来一勺淀粉 上一下加 这样吃起来的虾冷口感更好 鲜滑的吃起来 往加盐了 稍微加点盐 用手抓均匀 抓均匀 抓均匀以后再加点色拉油 数住里面的水分 再使用手抓均匀一下 这样就可以了 静止五分钟就好了 现在来做点辅料 葱白切末 蒜切末 不吃蒜的话 不用加也可以 切点姜末 食材全部准备好以后 我们就把南瓜 水开以后 先蒸南瓜 现在锅里加水 我们就可以把南瓜下锅 盖上盖子 这么大块的南瓜 要蒸十分钟左右 好了 现在时间到 打开盖子 用筷子搓一下 熟了没有 筷子能搓进就熟了 现在夹出来 十分钟时间是要的 因为切的大块 刚刚好 接下来我们把 这南瓜蒸好的汁 倒在一个干净的碗里 这南瓜有点老 汁不是很多 一会我们可能还要 加点水 锅上热后 加点油 爆香葱姜末 爆香以后 直接下楼 刚才调好味的虾仁 再把南瓜蒸出来 南瓜水倒进去 加点料酒 再加一点点清水 南瓜水不够 然后我们加点清水滚一下 把虾仁滚至熟透就可以了 现在出锅前 加点明油 亮度会更好一点 好了 现在可以关火出锅了 接下来我们把虾仁 浇在南瓜上面 好了 今天这道虾仁南瓜就完成了 现在我们来尝一下味道怎么样 先炒个虾仁 它的口感 虾仁比较可散 很脆 来个南瓜 好甜这南瓜 吃起来口感软嫩鲜甜 做法简单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做一下 味道非常好 好了 今天我们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 请点关注和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